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技失败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网络泡沫的又一牺牲 Blue.com的时尚消失 二 智能手套的触摸幻灭 A Power Glove的游戏终局 三 水下呼吸的幻想破灭 Triton人工塞的泡沫破裂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网络泡沫的又一牺牲 Blue.com的时尚消失 各位时尚与科技的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经典的网络浮华故事 Blue.com的兴衰史 这是一个关于梦想 野心 以及如何在网络经济的大泡沫中 迅速时尚的烧光一亿美元的教科书案例 Blue.com 一个曾经被誉为将要彻底改变时尚零售业的网站 于1998年由瑞典企业家Arnst Munston Catch Salander和Patrick Hedeling创立 他们的梦想是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在现实上商店 让时尚爱好者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买到最潮的衣服和配饰 听起来很前卫对吧 但是就像时尚界的许多趋势一样 这个梦想很快就过时了 Blue.com投入了大量资金于市场营销和技术开发 包括一个虚拟试衣间和一位名叫Miss Boo的三地虚拟购物助手 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 但也是非常昂贵的 他们的网站加载速度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因为当时的拨号上网速度根本跟不上 Blue.com的高科技梦想 这就像是穿着最新款的高跟鞋 去跑马拉松 看起来很时髦 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灾难 而且 Blue.com的团队在管理上也犯了一些初学者的错误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启动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应对都国的物流 税收和客户服务问题 这就像是在没有学会走路之前 就试图跳芭蕾舞 结果可想而至 最终 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 Blue.com耗尽了其巨额的创业资金 于2000年5月宣告破产 这场是上秀结束的 既快速又戏剧性 就像是一场在T台上突然跌倒的模特 让所有观众都目瞪口呆 Blue.com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光鲜亮力的外表下 也可能隐藏住不切实际的梦想和缺乏计划的风险 它是网络泡沫时代的一个经典案例 提醒住后来的创业者们 在时尚界 不仅要有好的设计 还要有坚实的商业基础 否则 不管你多么潮流 最终可能只是一场短暂的烟火 灿烂的过后 只留下灰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智能手套的触摸幻灭 The Powered Love的游戏终局 各位亲爱的数位时代考古学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古老的传说 一个关于勇士 巫师和一只手套的故事 不 这不是复仇者联盟中的无线手套 而是一个更加古老 更加 让人失望的手套 The Powered Love 在遥远的1989年 一个名为Mattel的部落 也就是一家玩具公司 决定将一个 强大的神器 带给那个时代的年轻战士 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 NAS的玩家 这个神器被称为The Powered Love 它应该会给予玩家 前所未有的力量 让他们通过手势 就能控制游戏中的角色 就像一个真正的巫师一样 但是 就像许多古老的预言一样 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期发展 The Powered Love的力量 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没有人能真正控制它 玩家们发现自己 不是在施展魔法 而是在与一个古怪 不听使唤的手套进行摔跤 这个手套的准确度 差到令人绝望 而且只有少数几款游戏支持 这种高科技的配件 The Powered Love的故事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警示预言 提醒住我们 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都是黄金 有时候它们可能只是一个笨重 不实用的塑料手套 这个手套如此难以控制 以至于有些玩家开始怀疑 它是不是被一个爱开玩笑的 恶魔所诅咒 然而 就像所有伟大的失败一样 The Powered Love也有它的银色光辉 它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出现在电影 电视节目 甚至是音乐视频中 它成为了80年代 极致奇葩科技的象征 一个关于野心 创新和最终失败的故事 如今 当我们在使用精密的虚拟现实设备 和精致的游戏控制器时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 为了进步而勇敢尝试的先驱者 The Powered Love 一个如此糟糕的产品 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 教会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 有时候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手中的工具 而在于你如何使用它们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下次当你们戴上最新款的智能手套 试图在虚拟世界中施展魔法时 记得像那个古老的 笨拙的 但绝对令人难忘的 Powered Love之境 因为没有它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 真正的魔法 来自于不断的尝试 失败 然后再站起来继续前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水下呼吸的幻想破灭 Triton人工塞的泡沫破裂 各位亲爱的水下冒险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曾经让人们心跳加速 眼睛放光的话题 Triton人工塞 这个话题曾经在众多潜水爱好者 和科技迷之间 引起过巨大的轰动 毕竟 谁不想像电影《阿凡达》中的 NASX族人或是 海底总动员里的泥沫一样 在水下自由呼吸呢 Triton人工塞是一个宣称 能让人类像于 一样在水下呼吸的设备 它的原理听起来非常科幻 通过一种特殊的过滤系统 从水中提取氧气 让潜水者 能够在没有笨重氧气瓶的情况下 自由呼吸 当时 这个项目在众筹平台上 掀起了一阵热潮 许多人争相投资 希望能成为第一批体验 这项革命性发明的信任 然而 就像许多太过美好的梦想一样 Triton人工塞 最终证明是一场幻想的破灭 科学家们纷纷站出来指出 这个设备的原理在物理和生物学上 都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 水中的氧气含量远远低于空气 要从水中提取足够的氧气 公认呼吸 需要极其高效的过滤系统 而这样的系统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 根本无法实现 其次 即使能够提取到氧气 人类的肺部 也没有鱼塞那样的结构来处理 和利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氧气 当科学的冷静水花 颇向热情的火焰时 Triton人工塞的泡沫终于破裂 投资者们的梦想和资金 就像被海浪卷走的沙堡 转瞬间消失在现实的海洋中 这个事件也提醒了我们 无论科技多么进步 对于自然界的规律 和物理定律的尊重 是创新的前提 毕竟 如果我们真的能像鱼一样 在水下呼吸 那么鱼是场上的鱼 可能会对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 想着 嘿 这些鹿的生物 怎么也抢我们的专利了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某个听起来 像是从科幻小说中 跳出来的发明时 不妨先戴上你的科学 检测眼镜 仔细审视一番 毕竟 在科学的海洋中 不是每一条雨 都能带你遨游星际 有时候 它们可能只是 一场美丽的泡沫 等待着被现实的海浪 轻轻拍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三个网络浮华故事中的 经典案例 Boo.com的兴衰石 A Powered Love的游戏终局 以及Triton人工塞的 泡沫破灭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不论是时尚界 电子游戏界 还是科技界 成功都不是从天而降的 需要坚实的商业基础 和科学的支持 Boo.com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时尚界 不仅要有好的设计 还要有坚实的商业基础 否则 不管你多么潮流 最终可能只是 一场短暂的烟火 灿浪过后 只留下灰烬 The Powered Love的故事 则提醒我们 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都是黄金 有时候 真正的力量 不在于你手中的工具 而在于你如何使用它们 所以 下次当你们戴上 最新款的智能手套 试图在虚拟世界中 施展魔法时 记得像那个古老的 笨拙的 但绝对令人难忘的 Powered Love之计 最后 Triton人工塞的故事 提醒我们 无论科技多么进步 对自然界的规律 和物理定律的尊重 是创新的前提 在科学的海洋中 不是每一条鱼 都能带你遨游星际 有时候 它们可能只是 一场美丽的泡沫 等待着被现实的海浪 轻轻拍碎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浮华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 这些故事中的失败 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们还记得 其他类似的案例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